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OK我们又有机会做百字故事了 每次都好开心 它的标题叫做Post-it Mortem 那也是玩文字游戏 因为本来就有一个品牌叫做Post-it 不是品牌而已 它也是产品的名称 所以这个Post-it Notes 就是这边这张图片 你知道这什么吗 便利贴对不对 便利贴 所以我们叫它Post-it Notes Post-it Notes讲得很快一点 不会讲那么中间卡卡的 Post-it Notes 那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Post-mortem Post-mortem把It拿掉 那什么是Post-mortem Post-mortem就是这里讲的厌失 或者是事后的反思 所以你可以说我们来一个discussion 我们来一个Post-mortem discussion 什么事情之后 我来讨论一下下 所以Post就是后 你大概可以理解 所以它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是为什么呢 那我先再多补充一件事情 这个Post-it Notes Post-it Notes Post-it Notes 我刚刚这个It都听不太到了 不行 Post-it Notes 我们讲一个概念就是 有的时候 一个品牌久了以后 它甚至可以变成动词 或者它可以变成 就是那个产品的代名词 OK 那个产品的代名词 或者动词的概念 其实很容易理解 我们很快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除了Post-it Notes之外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 别家公司在做这个 我就只知道这家公司在做这个 好像也是3M的就是 那这边你看我们 有一个字叫Band-aid 什么是Band-aid 就是我们中文所理解的 OKBON OKBON 它其实就是 一小小块的绷带纱布 然后它只是加上 胶在上面 你就可以贴在身上 所以这个OKBON 它的英文的牌子 叫做Band-aid 但是后来我们就干脆 把OKBON都叫做Band-aid 即便你是不同品牌出的 我们还是叫它Band-aid 因为它就是这么样的 Prevalent 大家可以理解 它甚至可以用到一些 其他的地方上 像如果说我们今天 解决一件事情 一个解决方案 一个Solution 这个Solution 如果大家觉得 不是一个制根的东西 只是制标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会说 这是一个Band-aid Solution Band-aid Solution 就好像 Take OKBON 然后没事的 然后撕下就算了 然后接下来 撕下Band-aid这个动作 你知道有的时候 如果伤口 没有好得很全 但是你想把Band-aid撕下来 会痛有没有 或者也不用说 那个伤口怎么样 总之把一个 贴纸的东西 贴在身上 要撕下来的时候 就是会不舒服 所以 就有一个词叫做 Pill off the band-aid 那它就可以衍生的去说 你要把这个 不愉快的东西撕下来 然后要忍住一下 它的痛苦这样子 So if something is like pilling off a band-aid 大概就有延伸这样的意思 好 然后再来 像有一个词叫做 Zerox Zerox其实也是 本来是一个公司 我们中文叫它全路 它专门出那种 事物机 我一开始以前以为 它叫做事物机 就是我们苏不拉 苏不拉腾的那个事物 哪事物啊 不是 就是事情的事 事物机 那它就可以传真 它可以photocopy 它可以列印 列表机 所以功能机嘛 对不对 多功能事物机 那这家公司 专门出这个东西 它叫做全路 英文叫Zerox 所以Zerox 在英文里面 If you make a photocopy of something 你把一个什么东西拿去 photocopy 一份的话 OK 就叫做Zerox OK I'm gonna Xerox this 其实我没有用过这个动词 这很久 我是知道它 你问我有没有用过 我是没有啦 说实在的 OK So I'm gonna make three Xerox of this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use it 但是我知道是有的就是 好 你就听我的啦 那我说现在也不太有了 为什么 这公司好像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真的存在 我们很久没有听到这家公司的名字了 我只是想介绍一下 好 Anyway 那Google就很熟了 我Google都不用讲了 说实在 那最后 Klinex 这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苏杰卫生纸 苏杰这个品牌 就是Klinex 有时候我很小就听过苏杰这个品牌 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小 它就是一个外来的品牌 其实我不确定 还是它之后被外国买走了 不晓得 但总之Klinex Can I have some Kleenex 就是我能不能跟你接点面纸 所以你说 不是有Tissue这个字吗 不用 你说Klinex大家一定懂 OK 所以这个算是品牌变成了产品的名称 它不太是动词 Google就很肯定是动词 You can Google something of course 它可以当作动词来使用 好了 我们扯到这边 回来这里 所以这一种便利贴 Post-it notes 就是它的品牌 已经变成它的名称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 Life got too complex for Dan Job, wife, kids, yard So he bought a block of post-it notes and found a calmness in the sticky squares He scribbled on peeled and stuck Like mushrooms popping at night The house was soon a mosaic of reminders Tiny throcks shouting PAY CABLE DENTIST KIDS WETS WEDNESDAY AN OIL CHANGE HONDA While the coffee machine announced BUY FILTERS You're a fucking lunatic said his wife One more note and we're done The dog entered broke the silence between them The walk me note On his collar Vibrating with his happy tail 结束 很可爱的一个故事 说真的 很可爱的一个故事 来所以我们再从头看一次 生活对于Dan这个人来说 太复杂了 Dan这个字就Daniel 这个简短 或许是 所以生活对他来说太复杂了 工作啦 老婆啦 孩子啊 跟yard 什么yard啊 庭院 整理庭院也是他的工作 所以他就买了 a block of 为什么他叫做 block 你懂我意思吗 你猜猜看 block不是一块东西吗 那post-it notes 不是一张一张的吗 可是你想 这个post-it notes 你买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看起来像是 因为他厚厚的一叠 厚厚一叠 看起来像不像一个钻块 像吧 所以他用block 称呼他的单位 其实也是蛮精准的 So he bought a block of post-it notes and found a calmness in这里 他就在这个post-it notes里面 找到了一个 一种瓶颈 calm这个字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说 Hey calm down 不是 calm down 我知道很多同学会以为是 calm down 不是 是calm down calm calm 有l在里面 不是 c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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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OK 所以他找到了calmness 在这些黏黏的 sticky的square 是正方形 因为post-it notes 是正方形的 他在这些黏黏的正方形中 找到了平静 OK 而这些黏黏的正方形呢 他会在上面写东西 撕下来 然后黏上去 所以 the post-it the sticky squares that he scribbled on peeled and stuck 所以scribble 就是在上面撩草 然后写点东西 所以scribble这个字 OK scribble 所以scribble在上面 然后pill下来 撕下来 然后贴上去 然后接下来 这些post-it notes 就如雨后春笋般 所以他说的是 像是在晚上长出香菇般 香菇也是晚上长 一早上突然间香菇就出现 so like mushrooms popping in a night pop就是蹦蹦蹦蹦出来 这样子 所以这个房子呢 很快就变成了一个 Mosaic of reminders Mosaic这个字 其实啊 我知道我们中文都翻译成马赛克 想到马赛克 你第一个想到什么 一定是A片 你不要跟我说不是 可是 它跟A片有关系吗 不是的 Mosaic其实是 用碎砖块啦 用小碎片啦 拼贴成的一种艺术作品 就叫做Mosaic OK 所以它是一种碎花布之类的概念 Mosaic 它是一种pattern 一种花式 花样 那可是我们也知道 A片在遮那个地方 也是一格一格的那个样子 所以它那种pattern就叫做Mosaic 不然你要怎样 OK 但我希望大家理解 这个字根本跟A片 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它就发现它的房子变成了一个Mosaic of reminders 所以各种提醒的一个碎花布的一个样子 很可爱 所以它就像小小小小的tiny throw rocks 这个throw rock是什么概念 rock是地毯 加一个throw在干什么 throw的概念其实就是一块什么东西 像我记得我们很久很久的影片曾经做过一个一集 就是女生喜欢在沙发上加点什么东西 就家具上加什么东西 我记得我们就 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就有看到 就有些人会在椅子上加一块布 那块布就叫做throw OK 你就一块就上面一丢 然后它就整个有一种意大利的艺术感 你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我们就叫那个东西throw 所以地上的那种一块一块的 比较装饰用的地毯 我们就叫它throw rock 那像不像post-it notes 也蛮像的吧 好 所以它家里面就变成了 a mosaic of reminders 也就是tinythrow rocks 它们都在叫着 你看多生动 它们仿佛在对你叫 叫什么 pay cable 付那个第四台的钱 然后牙医的那个appointment dentist 然后也是小朋友的 dentist kids wednesday 礼拜三小朋友看牙 或者是你要换油 Honda 为什么强调Honda 我有的人家里可能有两台车 它有一台是Honda 另外一台可能是Mercedes I don't know so oil change Honda 这样 而同一时间咖啡机还叫着 my 那个叫什么filter 中文怎么讲 不是滤芯 就coffee filter 就是滤咖啡的那个纸 滤纸 ok buy filters 这样子 就它老婆就说 你他妈这个神经病 you're a fucking lunatic 到处贴干什么 你再贴一张 我们就完了 我跟你就 我要跟你离婚 one more note and we're done 所以为什么这里 postmortem ok 就它的意思就是 你在贴我 你就死定了 那死定了 你看厌食 这个字还过得去吧 right postmortem 好 所以one more note and we're done 就狗就进来了 the dog entered broke the silence between them 就打破了它跟它的沉默 因为在狗的身上 有一个walk me 就带我去散步吧 遛我吧 这样子 note on his collar 你知道狗有color 就是狗的项圈 然后在那边晃着 这样子 vibrating with his happy tail 那它的快乐的尾巴 在那里 在那里wag 这样子 wag这个字 尾巴在那里动 这样子 ok 所以color这个字 就最后的那个项圈 我想要多补充一个字 就是我自己曾经有多一段时间 这个字让我卡了一下下 我们讲说我们吃那个绿色的青菜 那青菜有一个名词叫colored green colored green 就是后面写这个字 我一直还以为 这个colored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color 这color有衣领的意思 也有项圈的意思 像我们讲说白领叫white color 然后蓝领叫blue color ok color 那这边的colored green 跟衣领完全没有相关 它就是这个鱼蚁甘蓝 我找过一下 这就是那种 那种青菜 ok colored green 就是类似甘蓝菜那种东西 这样子 好 所以认识一下下 做一些小分别 那你知道就好了 你有看节目 你看了这个 你知道你分辨得出来 没有看的 就算了 ok 所以相信我 你有在看我的节目 你知道英文是可以进步的 因为我有在进步 我就不信你没有 说真的 连我在做影片的人 都觉得我的英文 因为做了影片 而有些进步 我相信在看的也是一定有的 好啦 扯到这里够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